偷食蛋糕事件令到黎真華和朱自然形象插水 不但立即被公司雪藏不復工無期 而令他們結緣的新劇《食路喪B》還被人稱為偷食作 作為男主角的何廣佩 又擔不擔心新劇變成創低貨? 其實我也不會擔心的 因為這套劇本身的劇本都很吸引 亦都是TVB比較少拍的類型 所以觀眾會期待看這套劇 都會想看一些這麼深魂的題材 因為《喪屍》片公司未拍過 所以我也不會擔心 所以我覺得我對這套劇很有信心 最近有沒有聯絡他們兩個呢? 我暫時沒有跟他們聯絡 但因為我們有個群組 他們會在裡面 我們這個群組以前也會有聊天 我們也會有商約 看看何時可以吃到收工飯 因為之前限聚令的關係 我們是吃不到收工飯 因為那時限聚令的關係 現在限聚令的關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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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都很努力 因為同劇很多演員已經在開新劇 要夾大家的時間是非常難的 希望再約到